而尽头来到台东 位在台东金峰乡振兴村 铁路桥下方也是村庄的入口处 由于处荒废一段时间的空地 而金峰乡公所特别重新整理并规划 打造成鲜艳的花海 除了美化社区环境 彰显整个入口的异象之外 也让经过以及赏花的民众 都可以感受到村庄的活力 火车经过铁路桥 再搭配桥下鲜艳的花朵 画面美不胜收 金峰乡公所特别在振兴村铁路桥下 一处荒废一段时间的空地 重新整理并种植花卉 也美化社区环境 为部落添加休闲赏花的特色景点 我看到漂亮的花 喜欢吗 喜欢 是不是很多颜色 对 有什么颜色 紫色 这里有花 有时候可能可以来那边拍一下照 如果观光客来的话 看到也是觉得 外面吸引每天拍照 蛮美的 这个位置刚好在金峰乡振兴村的出入口处 金峰乡公所表示 特别选择红黄紫色的鲜艳植物 像是一串红鸡冠花来植栽 希望彰显整个出入口意向 也让经过与赏花民众感受村庄的活力 这块地原本是振兴村他们村长跟他们村民 然后所共同经营的一个一块地 然后他们原本有做一些花卉的种植 那也荒废了一段时间 那由我们公管所这边来接手 那我们就执带了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植物 对花斗让这个整个入口意向能够搭配 然后让进来的游客跟村民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村的活力 目前花海正处在生长阶段 花矿预估将会持续到夏天 从花海往前可以延伸过去 到人本步道上的樱花树 预计三四月开出粉红色的樱花 不只可以上美景 期望吸引游客漫游部落 体验在地的生活文化 就讲解静风向不道